大家好 我是悠悠 水又喝完了 看到这上面还有粪便 他们这些家伙坏的不得了 站在这个上面 有的时候拉到这个里面去了都 不知道怎么样拉进去 又喝下去能健康吗 都不讲究卫生的家伙 我天天给他们打扫弄 他们都是乱了 早几天连续下雨 下那个大暴雨 粪便都不成形 这两天好了 晴天了 都开始一颗一颗的粪便了 看那边也是 这边粪便它都是踩的 来回来跑过来踩过来踩过去 今天给他们泡一点那个鱼干油的水喝一下 补充一下营养 这一段时间天天也不知道忙啥 也忘了给他们补充那个保健品 比如说那个鱼干油啊 还有那个电解多维都忘了给他们喝了 现在我们就给它泡水 我这边是有两个饮水糊的 一个是晒着消毒 一个是正在使用 我又把它换过来了 那个太脏了 要刷一下 我用的鱼干油是这一种 鱼干油 鱼油 这个要是多了量多的话 鸽子会导致拿锡 所以说不能给它喝太多 也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多此一举 反正之前只要有隔油说 这个是对鸽子好的 我都会去买 就想让鸽子跟着我不受那么多委屈吧 我在想人家有的咱都要有 看这个水别颜色了吧 黄黄的 因为我之前只要拍视频鸽子加飞之类的 拍到这个水壶里面的颜色不一样 有的鸽友就会问我 这个泡的是什么 这次泡的是鱼干油 这个是四升的水壶 我的这个是四升的水壶 现在天气热了 基本上这个四升水他们都能喝完 我鸽舍里面总共是32只鸽子 小鸽子不算 小鸽子有几只的 现在小鸽子有几只 四升水一天都喝完了 你想想这边是多热 有的鸽友就说我这边太热 遮阳一下 这边是专门留着 不是遮起来的 这边有遮起来的 好了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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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